哎呀嘛咔咔迪或者咔咔的,可能是陆涵和关小彤的口头禅。因为2017年10月8日,陆涵发微博公开认爱关小彤的时候,关小彤说了一句话,哎呀嘛。咔咔的,2018年4月20日,关小彤为陆涵庆生时,也说了哎呀嘛。关小彤连续5年为陆涵庆生,陆涵也连续5年为关小彤庆生了,还是真CP好科啊。 双向奔赴的恋情,不用遮遮掩掩的,约会也不用躲避狗仔,既然陆涵和关小彤的感情这么好。为什么他们不结婚呢?那是因为关小彤太小了,她1997年出生,今年才25岁。对于一个普通女孩来说,25岁结婚也有点早,更何况是明星,关小彤是95花的佼佼者。 一旦结婚了,生孩子就提上了衣食日程,一旦生小孩了,前后至少要休息一年的时间,有可能是两年。 所以啊,女人在职场中天然就有一种劣势,即使工作做得再好,也会因为生育问题按下暂停键。 杨密、刘诗诗、Angela Baby是85花的佼佼者。他们算是结婚很早的了,但也超过了25岁。 杨密1986年出生,2014年1月结婚。 2014年6月生孩子,刘诗诗1987年出生,2015年结婚。 2019年生孩子,baby1989年出生。 2015年结婚,2017年生孩子,非著名于平人吴亲公指出,等于杨密是28岁结婚。 28岁生孩子,刘诗诗也是28岁结婚,但32岁才生孩子。 刘诗诗是26岁结婚,28岁生孩子。 赵丽颖,唐嫣都是30岁以后结婚,30岁以后生的孩子。 所以啊,关晓彤别着急。 年龄还小呢? 陆寒比关晓彤大了7岁,虽然今年32岁了,但是她保养得好。 乍一看像22岁的人,所以也不着急。 陆寒流量下滑后,工作减少了很多。 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 比如踢足球,陆寒经常在足球场被网友偶遇。 他还多次为学校捐赠足球场,关晓彤的事业则越来越好,工作越来越多。 所以他们见一面也是挺难的。 讨论,你觉得他们什么时候会结婚? 也不客气的事是不合格。 他们感谢你,然后就需要学校区,工作越来越来越多。 我觉得同学,是说的,学校就不会养市场。 比如,是你们学校区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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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学校医院士,学校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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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课处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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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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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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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